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我把警力分成三组 两组去寻找下两位受害者 并保护起来 我黄小桃 孙宾兴和任警官 则前往诗芭蕾舞剧团 走进剧团里 一大群穿着戏服的女孩子 正在舞台上拍脸天鹅壶 舞姿灵动优扬 即便是我这个 从来没接受过高雅艺术的人 这么近距离感受到 仍然感觉特别的优美 孙宾兴说 芭蕾舞可辛苦了 真的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在网上见过芭蕾舞演员 晒自己的脚 脚支架全都断掉了 太辛苦了 黄小桃说 是啊 这是一门力量和美丽 并行的艺术 别看这些女孩子 好像肉不亲疯的 其实力气比普通男生 还要大呢 一个正在监督排练的老师 看见我们走了过来 好奇地问道 你们找谁啊 我说 你真是一个叫徐江的人吗 老师想了想回答 好想听过呀 我又问 那你知道 姚清雪吗 怎么 她犯罪了 这个反应令我很是感兴趣 我笑着问 看来你对姚清雪印象不怎么好啊 你上来就问这样的话 还没请教您怎么成活 对方回答 姓宋 我问他 宋老师 我们正在调查一桩案子 姚清雪和徐江过去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吗 宋老师面色难看的摇里摇头 我不想说 我见他神情似乎有引钟 别说 你放心 你对我们说的每一个字 我们都不会向外界泄露的 这是我们破案有巨大帮助的呀 希望你能提供一下线索 神吟片刻 宋老师才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那好吧 他中台上的女生排了两下巴掌 让他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女孩们兴奋地一哄而散 在台下拿起自己的手机玩起游戏来 我心想 原来他们也是普通的女孩子呀 只是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 宋老师带我们来到一间休息室 关上门 准备给我们倒茶 我们连受不必了 他坐下来对了推眼镜就说 警察同志 不是我不想和你们合作 我曾经差点被姚清雪起诉 作为关于他的事情 我不是很想说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 并不是我有意重伤 他这个人吧 比较势力 宋老师诉说起以前的事情了 他和姚清雪是同一届师姐妹 要说他不得不提起另外一个人 孙小妍也是他们一届的 芭蕾舞虽然是一门高雅艺术 可是外人不会知道他这小小剧团里有多少名正暗斗 有多少眼泪汗水和鲜血 剧团里面哪怕醉不起眼的一个孩子 都是从小开始没日没夜刻苦的训练 可是十几年苦工下来 大多数人都是难逃被埋没的命运 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留在这一行 一千个人里可能才有一个成名 宋老师很幸运是那十分之一的人 而姚清雪则是那千分之一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成为千分之一的资格 那个人本应该是孙小妍才对 孙小妍是一个特别安静 特别能吃苦的女儿 她家境一般 好不容易才考进芭蕾舞剧团 因此必谁都珍惜这个机会 宋老师经常在半夜看见她独自排练 有一次她在跳跃中把拇指折断了 她为不失去宝贵的演出机会 竟然忍痛不说 并且坚持演完折磨戏 在下台之后突然晕倒了 这么刻苦的一个人 同时又长着一张我见油脸的脸 宋老师想 她终有一天会成为舞台上耀眼的钻石 后来孙小妍认识一个无效男生 叫许江 许江是个很体贴的小伙子 每天早上会送来一份豆浆油条 每天晚上十一点排练过后 会骑车来接送她 风雨无阻 两人感情是羡煞旁人的 宋老师经常觉得 他们简直就像是童话里的爱情范本 但这一切却被另外一个人毁了 那人便是姚清雪 姚清雪出身有钱有势的人家 她进剧团完全是走后门 挤掉另外一个本就考中的女孩 而且她非常骄横跋扈 在剧团中拉拢一批小帮派 整天亲父没钱没事的女孩 而且姚清雪还非常嫉妒孙小妍的长相 经常刁难她 渐渐发展成霸凌事情 孙小妍一直默默忍耐 宋老师曾劝她把这事情告诉许江 可是孙小妍却拒绝了 她说许江太过冲动 知道了肯定会干出出格的事情 这种事情反正忍一忍就过去了 如果仅仅是这些 还不足以让宋老师鄙视姚清雪的为人 轻轻把她当成一个被宠坏的大小姐 当时剧团有一场重要演出 孙小妍被选为女主角 以着积极争取这个角色的姚清雪 却只捞到一个配角 演出前夕 宋老师晚上就上厕所 听见走廊里传出一些男女之士的声音 当时宋老师还是未经人事的小女孩 脸当即就红了 可仔细一听 其中一个声音似乎是他们的指导老师 而另一个是姚清雪 两人一边喘息 姚清雪一边求指导老师把女主角给她 指导老师说名单已经交上去了 除非发生什么重大变故 否则是不会换人的 姚清雪问什么叫重大变故 指导老师说 比如本人受伤啊什么的 宋老师好像听见一个重大阴谋 她本打算告诉孙小妍 可是孙小妍性格太过懦弱 只会忍耐 而且她有重要演出 也不能分心 想来想去 宋老师决定把这事情告诉徐江 徐江听说之后大吃一惊 立马请假来贴身保护孙小妍 但就算徐江再怎么热心 她当时毕竟是一个武校学生 所谓贴身保护大多数是站在下面看着 不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演出前一天 孙小妍在下楼的时候摔断了腿 姚清雪作为替补成为女主角 这张演出就像蝴蝶效应一样 彻底改变两个人的命运 姚清雪得到了文工团领导青来 被送到了全国艺术团去进修 她一步步成为全国知名的阿雷吴演员 孙小妍却因为腿伤被迫下课 休息了三个月 徐江怒不可遏来到剧团找到姚清雪 没说几句便动手了 用一个道具打破了姚清雪的头 那其实只是皮外伤 事后连警方都提议私了 但是姚清雪的家人不依不饶 请最好的律师来 最后听了一个故意伤害罪 把徐江送进少官所 这件事情对孙小妍无疑是雪上加霜 她因为休息三个月 之后的排练渐渐跟不上 演出也没有机会 一年之后便寒狠离开剧场 她从小学习芭蕾舞 放弃了学业 除此之外完全没有谋生的手段 最后怀着心中巨大的痛苦 走上绝路 跳河 自尽了 得知她的死讯 宋老师哭了一整晚 后来从少官所出来的徐江 也痛苦不已 两人去孙小妍的墓地看她 献上一束 孙小妍生前最爱的雏菊 宋老师 叹息说道 十年后 看见姚清雪称名 我感到非常的愤怒 她根本不配拥有今天这一切 我在网上发帖揭发过她 结果收到一封 她律师发来的律师函 趁我造谣重伤 差点把我告上发庭 我收到 我理解您的感受 但是 孙小妍受伤一事 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是姚清雪干的 你觉得 是单纯的巧合 宋老师一愤填膺的反问 还有一件事情 孙小妍死后 姚清雪就把自己 完完全全整成了她的样子 这算不算 正确呢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五期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